李忠玉设计师所属的团队 是经济部合格登记的公司 而且个人邻由合格的室内设计装修证照 注重空间的动线、格局、风格、材质、效果以及光感 以认真负责为客户打造专属特殊的居住空间、环境以及品质 这是一个位于木柵山区的刑建案 这个案子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有优美的绿衣三景 当初在接这个规划设计的时候 我就是将室内的动线合理化 并且将户外的景观可以融入室内 做内外呼应的效果 你好 李设计师 你好 我发现如果是一般的屋主会买木柵区这块地方的房子 特别是这个区域 是 真的会是因为它的学区很好 还有它外面的景观真的很漂亮 是 它这边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拥有美好的山景 那我们知道这个案子有摆平的空间 建商又是规划狭长的格局 对 然后建商当初有规划整片大片的落地窗 就是想办法要让外面的空间可以跟室内做呼吟 所以我们当初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 就是跟客人第一个提出的设计概念 就是想办法将室外美好的景观 揉入我们的室内 就是你在设计上尽量不分里外了对不对 是 没错 就是里面的景色跟外面的景色是要延伸连进来的 是 你是没有把它切断的 对 没有切断 OK 好 那么因为它这个地方也有一些毛胚屋 我大概也刚看了一下 是 我觉得你做的格局跟这个建商给的格局 其实差别蛮大的耶 是 它原来的格局屋主一定有不满意的地方吗 是 当初建商它在规划的时候 它玄关紧连着一个很大的更饮间 更衣帽间之后呢 是一个佣人房 那因为我们的业主它不需要佣人房的设计 所以我们把大的衣帽间中间隔了一道墙 让它有适度的更衣间就好了 那接下来的地方我们用人房加上接下来的地方就变成一个客房 那可以提供业主它以后它的长辈或者它的亲友要来玩的时候可以居住 OK 再加上建商它提供了我们一个很棒的景观落地窗 所以我们要帮这个空间创造一个安定面的墙面 与这个落地窗做呼应 OK 所以我现在看到这一大个安定的墙面 它的后方刚好一半就是给玄关做收纳 一半是给客房做收纳 没错 OK好 你知道因为我看到这个房子它是属于超级长项型的一个房子 那空间这么大 其实我觉得格局在分配规划的时候 大感觉好像是很好挥洒 但其实也是很难的地方 因为你稍微有个地方比例没有抓好 空间的味道就不对了 是 没错 当初建商它在规划的时候 玄关一进来的地方它是做客厅 客厅完之后它左边是做我们这边的书房 这边有一个书房 对 书房那一区它的前面是做餐厅 那它这里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客厅压在我们的梁下 对 然后电视墙当初建商也是设计在玄关的前面 但是这样子它的安定面会没有它的稳定性 而且它如果当初这样电视主墙的摆法 会让这个电视主墙很短 是 是 是 OK 所以我们现在把格局改成客厅全部移过来我们这个区域 OK 然后中间这支梁下面我们就做电视墙 然后隔绝了我们客厅与餐厅书房的空间感觉 所以公共空间放在整个区块因为这么长嘛 我中间放公共空间是很正常的 是 那左右两边照你的想法应该就是私领域的部分 对 我们客厅的后面这个主卧 我们是原本建商就规划了主卧的空间 但是在餐厅后面的房间空间 原本建商是规划有三个房间 三个房间 三个小房间 对 都不大 所以我们当初的业主他希望说他的大儿子以后 甚至成家之后可以住在一起 所以我们就把两间房间改成一间大房间 变次卧室 是 有配卫浴吗 有 而且它还有很大的更衣空间 OK 好 所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今天这个在我印象当中 数一数二超级狭长性的格局 很多的细节的部分你设计师是怎么处理的 在刚才跟你聊天的过程当中啊 你有说原来建商给的玄关的尺度很大 是 这是经过你重新规划后的尺度 可是我个人觉得这个尺度配今天这样的空间 其实是刚刚好 不会有头大身体小或者是头小身体大那种感觉 对 没错 因为我们在一开始玄关进来的时候 我们就帮客人设计了一个客制化的夹灰 OK 我们在大理石切割上面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夹灰 那它的左侧呢 我们就所有的壁纸 然后还有雕刻板 雕刻板底秤我们称了一个金箔的颜色 那为什么这个空间感觉起来没有很小呢 因为我们在它的对面做了一个镜框 新触点的镜框之后 我们做了插镜的分割 分割之后我们可以呼应我们的地板 跟我们对面的墙面 使这个空间感觉起来是方形的感觉 好 可是刚刚我也听你提过 原来建箱的规划是这个是玄关 然后有个大的衣帽间 旁边紧邻的是一间原来规划很小间的佣人房 没错 那你把那个衣帽间的空间分给佣人房去用之后 你还是要给我玄关足够的时候呢 是 所以我们在这个镜面的分割之后 我们做了一个隐藏门 隐藏门里面我还是给屋主一个足够的更衣室 不错耶 其实现在的空间也还蛮大的耶 没错 这个衣帽间我们除了提供业主 它可以放它的鞋子之外 甚至是它外出衣 还有出国旅行的旅行箱都可以放在里面 所以它的概念就是有点像是一个小小的一个 储藏室的概念在做了 是的 是的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整个大区块公共空间的规划 其实就像我一开始说的 这个如果它给你的这个格局跟评数很大的时候 其实考量必须要更全盘性 因为都是空的时候 你下每一个比的区块都很重要 是 当初我们会把电视墙坐在这个梁下 就是因为我们想要让它的天花板是完整的 然后我用这个电视墙跟这个梁来区隔它的客厅 跟它的餐厅跟厨房 那所以我们的电视墙上面 我们是做半截式的高度而已 因为我想要让这个公共空间有摆平的气势 好 那我们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你的这个电视主墙做这样的高度 是 可是我发现材质上的一些变化跟功能性 也是两边都可以用的 对 因为当初这个业主他喜欢的感觉 是现代还有辛苦点的感觉 那我们用混搭的方式 是 所以我们在我们踢脚板做了我们不锈钢的材质 那我们在正面上面我们电视墙我们做了大理石的材质 然后让这个电视墙有我们现代搭配我们辛苦点的感觉 我觉得其实用不锈钢还不错耶 是 是 是 拖地啦 是 是 什么扫地机器人啊 其实你会觉得这个感觉是比较好保养而且比较耐用的 是 这个电视墙我们在我们电视墙的右边做了机轨的设计 电视墙的背面我们也没有浪费空间 我们给书房做我们书架的展示 然后让这个电视墙发挥充分的效果 两边就可以用了 没错 没错 OK 好 刚刚我听到你讲的话当中 听到一个屋主的喜好 是 他喜欢新古典 又喜欢有点现代感 没错 没错 难怪了 你看喔 就这个比较长相的格局 在公共空间左右两边的底墙的部分 是 就给了不同的风格耶 我们先聊这一面好了 没错 这一面我们设定的就是比较现代的感觉 所以我们用我们的木皮搭配我们的镜面的设计 那我们除了考虑到它的收纳之外 我们也考虑到展示美观 所以我们在上面做了展示的空间 在下面我们做了门板 让它可以放一些的东西 不好看的 打乱的 对 那同时我们除了搭配镜面之外 我们也做了灯槽的设计 让整个展示空间可以更加的亮丽 好 那这个区块 整个客厅的区块 感觉跟你的这个壁面的设计 就是书柜的设计 是 感觉就是比较比较现代感 没错 没错 那我辛苦点就把它放在另外一边 OK 餐厅那边我们一样跟这边我们做了一个框 然后一样搭配镜面的设计 所以我让两边短边的造型墙是有做呼应的 那在这个地方我用了银白色 带一点纹路的菱形风皮 风部以外我们里面还有做一个产品柜 那那边的感觉就是比较辛苦点的感觉 但是倩云你可以看我们这个空间其实是没有冲突 混搭的非常的调和 对啊 就是其实每个区块可能有自己的风格 然后各自有一些相通的与会 没错 可以让空间就是感觉 不一样的风格可是很 很融合的在同一个空间生存 是是是 我在做这个组空间的规划设计时 除了考虑天地地地与业主的生活机能之外 虾堂的空间虽然不容易使用 但是我们却发挥我们的设计手法 将所有的空间评效发挥最大的功用 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空间应该是我一进门 然后左手边到底的这个空间 私领域的部分 是 这边你刚刚有说过一开始你聊到 你是把三间小卧室 改成一个大的次主卧加一个小的卧室 对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 它就是原本是两间小卧室 然后我们把它改成一间次主卧 对 这个廊道原本非常的狭长 因为它必须应付三间房间的门片 所以我们把它改成一大一小之后呢 我们在前面的地方设了一个端井 把它那个点就封住了 端井后面原本狭长的走道 我们就把它变成一边是我们 市主卧的电视柜 另外一边就给女孩房做它的衣柜 衣柜来使用 没错 OK 所以这个走道到这边画了一个点之后 后方的空间 这两个房间都能用吗 没错 没错 OK 那我们聊一下 你那个走道镜面的设计 其实感觉是要比较现代时尚 可是有点古典的感觉 前边 对 我那个地方是用插镜去做倒角的设计 前面再加一个人烤漆的新古典的柜子 所以就是我说它有点新古典有点现代的感觉 没错 没错 是 好 那么我比较惊讶的是 因为现在我看到的这一间 你说它是刺主卧 是 事实上刺主卧很舒服 还有一个所谓的电视柱墙面的概念 没错 所以当初我们建议它 把这一间刺主卧加大的原因就是 它除了它有一个大床之外 它还有一个起居室 它还有一个有造型的电视墙 那这个电视墙我们也是用茶镜的分割 让它整间有新古典又有现代的感觉 但是又呼应了这个户外的绿意 让它有修气的感觉 OK 接着我们来聊聊你的床头设计 我觉得美其名就是虽然说它是次主卧 可是它已经是双主卧的等级 因为这个床头的设计也挺有想法的 是 我这个次主卧的格栅床头设计 就是呼应了建筑物的外观格栅 我有看到这间格栅的设计 对 它建筑物外观本身就是幼木贴皮 所以我们的床头也是用幼木贴皮 那再搭配它的茶镜 让整个感觉稍微时尚一点 所以我不管看的是室内或者是户外 它就是一个整体性 就是你一开始说过 你希望外面跟里面的界线 不要被切得那么清楚 它是相呼应的 OK OK 好 那么接着下来呢 我们带观众朋友去看一下 这个空间当中真正的主卧室 听说它有一个很棒的阳台 没错 这间主卧室我喜欢的就是外面那个阳台 因为它感觉有在那种国外度假 通常国外度假 如果你要住这样的房型 有多一个阳台 可以看景 可以在外面抽个宴或个咖啡 这样子房型的房价 都比一般标准房型还要贵 没错 对 这个就有度假的感觉 是是是 那至于它主卧的部分 我们也有动到它的小隔间 当初原本经常在规划的时候 它的更衣间原本是做到 跟我们的厕所切齐 吧台这边吗 是是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走道其实是非常的狭长 像在你这个位置 他们家走道望上去 哇 真的好长喔 是是是 所以当初我们就有跟屋主建议 其实它的更衣室 其实再稍微挪后面一点 它的更衣室只要有足够空间 可以摆它的衣服就好了 那因为屋主他觉得说饭店的风格 他也很喜欢 他本身也有品茶品酒的习惯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退缩的空间 做一个吧台的设计 让这个房间 它的起居室旁边就有泡茶喝红酒 一个简单的吧台 OK 可能有点像饭店的茶水柜的概念 对 所以我们可以说是进了这个房间之后 就可以不用出去 因为这个房间 它还有非常大的一个洗手台的厕所 那这个房间就是所有东西都一应俱全 OK 那这个房间的风格 你给它的感觉是什么 这房间我们当初给它设计的风格 就是新古典华丽风格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床头背墙 我们用了小鳄鱼皮的风皮 搭配我们银色的壁纸 再加上我们最典型的新古典的线板 线框 下面搭配我们的烤漆的床头柜 让整个空间可以非常的新古典又舒适 那另外在天花板的部分 我们做了一个圆形的造型 然后滚了一个新古典的线板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灯光是比较柔和的 因为它是用LED的灯光 所以它跟一般的建造的灯光不一样 所以睡眠的时候其实灯光不用太亮了 没错 所以其实屋主在睡觉的时候 他也可以开这个气氛灯就好了 OK 好 今天的这个空间 我觉得狭窗的格局本来就不好做 可是照你这样子的做法之后 整个空间跟动线跟比例 事实上是很 我觉得蛮完美的 也解决了屋主很多 就是需求上的问题 可以不用拘泥于建商给的那个空间 去配合了 没错 没错 今天的房子格局真的是超级长项 不过我想这也是房子本身最大的优点 因为它可以把最大面积的开窗 把山景还有彩光纳入室内 再加上呢 旅中央设计师给的这个空间 一股安定力量的墙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跟搭片的彩光 更加可以享得益彰 不过啊 这种长项的格局 在公私领域的规划上 倒是值得再次分享给大家喔 也就是把所有公领域呢 放在房子的中间区块 而把私领域的部分 分别放在房子的左右两端 这种设计不但保有生活的隐私 对于三代同堂的家庭来说 虽然同住在一个屋檐下 可是感觉上又可以 各自保有独立的生活空间 并且可以相互照料 我觉得这种格局规划 值得推荐给三代同堂的家庭来参考喔 你就是要做 kennen的 没 mobility 以对美国分装